入口10公尺内临时停车 检举600元进账 没多久又有一名骑士违规逆向 还有人准备买东西 结果方向灯没打 秒收1200元罚单 检举人在网络抛出 他在高雄大赦 男子还有大树 燕巢等地区的违规大集合 短短7分33秒的影片 就累计多达39张的检举单 替国库进账45000元 其中围棍案件有超过一半都在大赦 在地人说附近常有检举达人出没 红线还好 但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并排比较多 很常有检举达人出没就对了 固定有一个好像在那 那个药局那边都会有一个在拍 我们家我姐姐啊 就买个早餐就被检举啊 朋友也被检举过 就可能在那里 站在汉堡那里 因为那时候那个用餐时间很多 民众吧 然后可能会拍照之类 是围艇的是不是 围艇的部分 学生想吃东西就是没办法 有点为难就对了 有不少人都有被检举过的经验 尤其在大赦的中山路 违规乱象多 实际直击 居民众为了买面包并排围艇 而假日人潮比较少 若碰上平常上下班 或用餐时间交通乱象更多 外送员接单也都会特别小心 我之前有被那个 检举过啊 就红灯用的 红灯用的 是这边特别多是不是 这边特别多 所以我自己都会小心一点 去加强大赦区中山路段 交通违规的劝导及取缔 交通检举是没有奖金的 而且不是每件都会成立 需要警方逐一核对影像内容 确认无误才会开出罚单 而被检举达人关注的中山路 交通乱象 短时间似乎没有解放 除了远景加强劝导之外 还是得靠幽路人好好遵守 交通规则才是根本之道 TVBS新闻 徐克城牛玄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